大家好 我是汪 看我就是汪 歡迎大家汪 早安 今天的主題是 樓市大跌 是不是真的這樣呢 最近有兩個樓盤跌得非常厲害 大家如果有看樓 也有所移民 我們一個是1100多尺的好好泊 賣近700格萬 以前可能去到900多 便宜了應該百多萬度 但是他當初買回來可能六百多萬 那頁子也有賺的 應該 我猜 因為當初一手買回來那些是很便宜的 第二個是豪景花園 1165呎 賣近638萬 便宜了私人價兩百萬左右 豪景當初買回來應該百多萬 差不多 那這些樓呢 其實 劈到很多人都去 買 甚至已經可能成交了 為什麽有這個現象 我曾經講過 以前買樓其實真的很便宜 當你放出去的時候 你和市場價對比 那當然便宜了 很多都對比現在虧錢 究竟現在的樓市是否真的 那麼廢 沒有人看樓呢 我覺得不是的 你可能說新年之前 真的一個人都沒有 可能說靜到媽媽都不認得 但是當新年後 我明顯覺得 看樓人數高了 有些買賣 尤其是買賣 都多了 但當然了 給不起租 現在的租盤 真的很浪死 即出 基本上即走 每個人都是求人 尤其是高市得 求到一個難以取捨的地步 所以說究竟現在的樓市近況 是不是真的 比大家想像中這樣差呢 今晚我覺得又不是的 始終都是八個大字 貧者永遠越貧 富者永遠越苦 有時候我們看東西的心態 要住在角度去看 買不買 看自己有沒有需求 始終都是那句 還有有沒有正餘的錢 對不對 最近 我望接到一些比較有趣的case 很多人都買樓 真的說一句 我不想寫老闆的名字 我不想寫老公的名字 我想自己拿 因為太多的case 就是一個問題 為什麼會有這些case存在呢 因為呢 我發現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中國人隔離澳門 可能需要四年 再加七年才拿到永久身份證 但是外籍 如果是非得賓 越南 馬來西亞 台灣 旁邊澳門 只需要半年 當很多彬彬 或者很多越南 很多其他外籍的拿到新聞證 之後 他們買了一場樓 他們要離婚 的時候 他就會把你一場樓一半的身家 分走了 他不會理你當時買入多少錢 只要他有錢收 然後 他們就開心 曾經我有一個客 他的兒子叫海形天 跟了一個女人結婚 不夠一年 分了手 那海形天是他的兒子命的 他要強行賣掉他 將一半的財產 分給另外一個 基本上你用一年的光陰 可能換了四百萬回來 因為 感覺又好像很爽 大家是不是 所以有很多人害怕 不敢將他寫自己的外籍老婆 不明白 或者 寫外籍老婆不明白 那今天阿旺 再教你怎樣解決 第一個問題 你可以以財產制去解決這件事 通常都是選 取得分的財產制 取得共同 真的分錢買入 或者做一個叫做分岔動作 只是寫這名 這件事會比較安全一點 不是到最後其實 你會很害怕 買一層樓 嘩 蝕住 他要離婚 你沒辦法 現在其實都有很多離婚的 案件出現 真的不少 離婚的案件 離婚的案件 基本上 澳門家在房地產佔了兩成到三成 因為我跟他不對 阿黃買樓 我跟他不合 都是要買 始終都要分手 這個案件很多 所以大家都可以去注意一下這方面的問題 因為始終一屋在首 你就無敵了 當然 你說我不在乎錢 就沒辦法 有很多人都不在乎錢 當然 始終 不要抵抗我 都是那一句 第二個案件是什麼 寫子女的命 很多人結了婚 他不相信自己的老公 那個老公廢 就把錢 寫了給子女的命 身家都留給子女 結果到最後 子女又不懂得理財 十幾歲 十八九歲 拿著兩百萬 一陣子就揮霍了 所以有時候 我覺得 究竟 你身家要留給誰呢 這件事都很奇怪 那時候真的為了錢 很多利益上 很多人際關係上 很多親戚上 都會產生一種叫做變了味 所以這個話題永遠說不完 值得我們去尋思和深思的話 甚至 有些人其實現在 難聽這說句 做地產 不是個個好人 有些人說 昨天有個業主問我 他說有個製造地產 他說租舖要交稅 問我借兩萬多元 喂大哥 租舖要不要交稅 營業稅 兩萬多元 還未到 好像你有錢賺才沒有稅 再去交 究竟開庭要交什麼稅 很明顯他在欺騙叔叔的錢 所以有時候 阿旺經常跟朋友說 嘩 借錢沒有了 其他東西可以幫到你 錢 阿旺就是基本上 只有一個零 因為兩袖清風 我一向都 因為有時候借錢 真的很傷感情 你寧願不借 你的兩個朋友還在 你說你不借 令到他不跟你做朋友 我覺得這個朋友都 拜拜 當他刮刀就算了 對不對 所以有很多事情 其實說一句 這個社會 真是 越來越有些 複雜化 我們將這些事情看得太簡單 永遠有些事情 我們想不到 想不到 所以有時候 我跟客人買禮的時候 我都會跟他們說 你們下什麼財產 誰給錢 要不要本養自己 你們要想清楚 我都會加多這一句 因為 我避免 會好像剛剛我說的事情發生 始終 真的 有個錢 最穩固的 尤其是父母 你有一層樓 不要說 經常轉給子女的名字 當有一天 你沒有錢的時候 扔你出街 就是你的子女 這個事情不要說 我想得太偏激 我已經見過不少了 我一做地產三年多 三年半 我已經見過大大小小 不同的 弟弟扔老爸出街 買了老爸層樓 你說我們不做 沒得不做 其實說一句 這行 你有錢賺不做嗎 我都賺錢 那 真的買了 老人家住哪裏 那我自行說 吃公告做 有時候很老實給這些東西 那 你不做 始終有人做 所以 我都跟很多 我的客戶說 真是親生子 真是孝順你的 會明白你 那我視頻到這裏 拜拜